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邀请到收藏达人唐卡 收藏达人范玉清 大家好 好 我们在听玉清说 她的收藏姻缘之前 我想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我们从来没有过大寻宝家 一次来这么多幅珍贵的唐卡 而且每一幅真的都是 不容易才能够收到的 确实很难得 而且你说你今天带来 就是你最有把握的 是 之前是 之前 因为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唐卡不是我的宗教信仰 但就是有一天要 下班要回家的时候 因为我公司在桃园 然后经过了一个艺品店 然后就看了 她的艺品东西 我就跟我先生说 车停下来 我们进来去看一下吧 因为她的艺品店很大 结果一进去看之后 其实当初不是针对唐卡 可是我只是对一些小艺品东西有兴趣 结果那个老板就一直跟我介绍唐卡 后来我每天 在还没下班之前都被她呼喊着去 到她的店里去看她的唐卡 结果我后来上网去查了唐卡之后 觉得唐卡好像有它的收藏价值 结果就着迷了 着迷下去之后 每天一发不可收拾 对 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你收了多少唐卡 那时候收了四五十幅 从第一幅到现在收了四五十幅 四五十幅 可是那时候收的那些唐卡 并不是 它是属于美工原料化的 然后做旧的唐卡 那是刚开始 对 刚开始的时候 后来据说你遇到了一位 也算是收藏唐卡的 非常知名的收藏家 是 那是自己在 中国医药学院上班的侄子 有一天呢 刚好在一个宴会的洗烟场上 然后叔叔就跟他讲说 听他在叙述 他收了很多的古董东西 唐卡东西他都有接触 我们就想说 好吧 那到公司来看看好不好 请他来帮忙鉴定一下 结果呢 他一看之后他说 婶婶 我带你去看看 什么叫唐卡 所以因缘聚会就这样了 收藏到 认识人都会长假 对 然后因为近几年 他也年龄有了 然后孩子们也 对这都没有兴趣 所以他也一直就 慢慢要把它释出 对嘛 找到有缘 歌爱给你 对 歌爱给我 那我当初去看了这个唐卡之后 直直带我们去 他家里看了之后呢 结果我眼睛大亮 你看到惊艳了 什么叫唐卡我真的看到了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 这几幅其实是有时间序的 对吧 是的 有时间序 对 他的故事是有时间序的 他是有时间序的 我先讲一下 这几幅唐卡 其实我们这样说 佛教第一 佛教不是宗教 这个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佛教是一种教育 教育一个人不断地砥砺自己 利用各种的修行的方式 让自己能够进化成一个 很高的境界 这就是我们来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功课 对 那这几幅唐卡 它就是教育用的 唐卡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不是图画 不是画得好看的 这个就是教育的范本 所以每一个唐卡 就代表了一件事情 或者代表一种功课 就是修行的功课 那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去修行 OK 好 那我们是不是今天先从 这个几幅开始 先从第一幅 先从第一幅 这个第一幅 我先跟大家看一下 这幅唐卡 您可以看它的表装 这是标准的 西藏秘宗的唐卡 那他所画的那个部分 我们先说一下 这第一幅 这个是西达多做太子的时候 西达多是谁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 在没有出家之前 他的名字叫西达多 西达太子 是 他是加比罗国的太子 他的爸爸叫晋范王 就是他是太子 那您可以看一下 他在这个好像神仙一般的生活里面 你可以讲说 就是讲不好听的 闲得金汤匙来的 他是王子 王子嘛 就是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了 所以你看 他还去打猎 还杀生 而且西达多 他还娶了两房媳妇 还生了孩子 所以他是在一个很优渥的环境里面 他是可以讲说是一个 应该讲说是这个人生胜利主 所以第一幅就告诉大家 在人生里面 就算你是最好的 最棒的物质生活 你也会有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呢 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一生 然后你会想说 为什么我走出皇宫 或者我走出家门 看到那么多的生老病死 喜怒哀乐 这就是西达多 他的疑问 好 咱们来看第二幅 第二幅是谁 第二幅是什么呢 看到没有 他拿了一把月刀 在干嘛 削法 29岁的时候 29岁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要称为 称他为释迦摩尼佛 释迦是他的信 摩尼叫圣者 释迦摩尼他想通了 他29岁出家了 出家他自己落法 自己落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 大家看一个重点 在这里 看一下重点 这个重点 什么重点呢 在菩提树下 你看有这么多的人 去干扰他 有的用喇叭 有的拿棍子戳他的耳朵 有人去拉他的手 这就是说 有很多的魔 其实魔不是魔鬼 大家不要认为说 在佛教里面 有什么魔鬼 不是 是心魔 你的妄念 不断地是催促你 赶紧怎么样了 你不要傻瓜了 你坐在那边干嘛 就是一直在怎么样 一直在做一种 所谓的推动 所以在落法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在落法 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 他其实经历了 非常多的磨难 这是第二幅 第二幅 其实讲到的 就是释迦摩尼佛 他在这个修行的 遇到的一些事情 欲清也有研究 你今天说了那么多 你可不可以讲讲 你这幅堂卡 它其实还有其他 很多的寓意 我知道这一幅是 就是像我们前老板说的 它是佛陀要剃度 剃度出家的一件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研究到这么深 对 好 那这是第三幅 第三幅 第三幅的 它这个表装 也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也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整体的 第三幅里面 它讲到一个主体 而且这根故事 对佛教而言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咱们多重要呢 来我讲给大家听 来 佛陀坐在这边 在灵鸠山 因为我们在念佛经的时候 讲说灵鸾法会 灵鸾法会是哪里的 就是灵鸠山法会 灵鸠山在哪里呢 就是在印度的北部 有一个国度 那是这个佛陀的 这是一个法场 它有一天 云板敲响 云板敲响 就不是老师要上课了 打零了 上课了 那大家赶紧就做好了 做好了 听老师讲话 结果呢 老师没讲话 他就觉得很奇怪 大家都看在讲台上说 老师怎么不讲话 这时候老师呢 就从前面人家献的一只 这个花 这个花呢 叫幽婆梨花 就是这朵花 拿起来以后呢 就带着微笑 看所有的人 所有的同学 多少人 你知道吗 有一千两百个人 这一千两百个人 都不知道老师在干嘛 也不讲话 就是笑而已 大家都就傻眼了 就面目就好像很僵硬 只有一个人 叫做大家业尊者 大家业尊者就坐在对面 看到老师拿出花来 转了一圈 大家的尊者就笑了 为什么笑了呢 这个就是故事了 笑了 为什么要拿一朵花来转呢 叫碾花为笑 就是说人生跟花一样 当它盛开就说非常漂亮 但是它瞬间就要怎么样 灭了 就不见了 不见了 所以说当所有的人都觉得 老师很奇怪 老师就说了一段话 这段话我不大会背 但是我会说 老师就说 我有一种秘法 我要不传给本教 要传给别人 传给谁呢 大家业 我给大家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传我的心法 叫心心相应法 就是现在的禅宗 另外大家业尊者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 他不能够比佛陀 还要早离开这个人世间 他必须要永远活着 活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佛陀讲 说弥勒尊者 从这个 弥勒院 对 从都帅天 下来我们这个凡事 做下一届的教主的时候 这个大家业尊者才可以 涅槃 那这样大家业尊者还在 还在 弥勒佛还没下来 对 还在 所以他现在还在 大家业尊者还在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很有趣的故事 好 我们再来看 第四幅 好 来 我们来看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个楼梯 楼梯啊 干嘛要画个楼梯 你看他从这个上面 走下来 这个说我们这个 在佛教来说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的上面 还有六重天 是 那是天人住的地方 天人跟我们地球人不一样 天人的时间 其实这是有根据的 从光束而言的话 真的有根据 天人大概是一百年 大概地球就是一天 这是兜率天 兜率天 兜率天里面有一位佛陀 对不对 这就是弥勒菩萨 这就是弥勒菩萨 还在弥勒内缘 弥勒菩萨就是在 兜率天讲道 说法 他准备要降世 只是还没来 好 有一天 这个弥勒菩萨就请 释迦摩尼佛 到兜率天说法 说完法以后又回来 就讲这个故事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在这一件事情里面 佛陀预言了 就是弥勒菩萨 会到我们这个人世间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传承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的这个画面 都是画着 跟着佛陀到兜率天 讲法的这一些弟子 甚至还有很多的神佛 都在这个上面 这也是佛教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圣事 当然我们不可能了解说 兜率天怎么去 我们也不可能跟着 兜率天去对不对 那你说那卧弥陀佛的 西方净土 那我们去得了吗 去得了 就是你一心向善就去得了 你干尽坏事去不了 你抱歉 有车票搭不掉这个车 所以这个是佛教的一个 一个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 好 第五佛 这个 这是最后一佛 这一佛就是 释迦牟尼佛 灭盘 所以灭盘就是 回到宇宙的另外一个世界 灭盘的时候的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说 你看 它是半握着 其实它是这样躺着 它是这样躺着 其实它已经 就是体力已经很差了 可是它在等谁呢 刚才我说的 大家也尊者 大家也尊者 要求它 就是要求它 一定要继续留在人世间 传递佛法 那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灭盘 使得佛教的整体 发生了今天动地的变化 因为原来佛陀在的时候 那就是教主了 佛陀走了以后 那大家这个传说 寻荣无首 或者说 对 就是他的学说 就大家都有各的方式 不过因为这一幅图就代表了 这个就代表了 佛陀的最后的那一天 就是这一天 涅槃的那一天 涅槃的那一天 是 所以可以看到 你看大家都非常的惊慌 都很惊慌 就是说不知道说 佛陀还有什么交代 甚至有的人认为说 佛陀不应该在这么 这个时候走 但是事实上 仔细去读这个佛经 你就会发现 他走的正是时候 但是这个以后再说 是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幅 这边还有一幅 这一幅我就要特别说一下 这一幅是这个 这个 这幅不是跟同一个厂家买的吗 同一个 也是同一个厂家 但是跟这个前面的不一样 但是看起来材质不太一样 对 它是格师 格师是吗 格师 克师 克师 这一幅是佛陀说法图 就是他在说法的时候 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 在《金刚经》里面 就讲到佛陀 他那个持播 你看他拿持播 他在讲经说法之前 佛陀他是过五不时的 他一天只吃一顿 他就带着这些 地址 地址 到所谓成 其实 就是其实人家就是 托布 托布 然后吃完了以后 就会准备要讲法 那这个是克师 克师跟一般的这个 菌 或者是这个 其他的这个纺织品 不一样的地方是 所有的纺织品都是经纬相交 交错的 都是交错 但是克师不是 克师只有尾线没有经线 是 这就是克师 现在都是直线 对 克师的一个特点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它会有一个立体的现象 是 比较立体 如果你通通都是 经纬相交的话 就平面 所以克师这个东西 不管是你在上面 做什么事情 都会觉得 它很有立体感 所以它很有立体感 这个应该是海浪 是 这个海浪很立体 对 这个克师的东西 现在已经失传了 失传了 失传 没有人会做了 为什么 因为太难了 好 那我们现在这边有六幅 这个我们也给它评估一下 那我们是五幅 进一次架 另外一幅建架 可以 一起建 好不好 我们先把这个五幅 就是佛陀的十二行仪图 把它做一个建架 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 玉清 当时跟这位长家 长家割爱给你的时候 你大概花多少钱 当初这五幅是 四百多万 四百多万 它是属于一组的 一组的 它是不能拆开 不能拆开买 它就算要再给下一个长家 他们也是要一组五幅 一起待走这样子 当时是四百多万 我们来建架 好 请建架 其实我们这样说 你说我今天说评估四百万 其实你花四百万也买不到 对不对 那因为它是一个传世的东西 也就是说 它是真正的艺术品 所以这个我们这样评估 也只能就是略加 给它一点数字而已 其实你有这个钱 可能也买不到 所以它其实是无价之宝 对 应该是无价之宝 其实很难建架 另外这一幅是花多少钱 这一幅当初是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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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也针对这一幅来建架 好 来 请建架 两百万元 已经失传了 已经没有了 现在故宫有很多的 客丝的纺织品 那也都是无价之宝 所以您收藏这个东西 我也觉得很佩服 都是无价之宝 这个很难保管 所以这个保存要很注意 保存上 所以在这里 因为我这个都把它用相框 框起来了 也有给人家鉴定过 所以他们说 你不要这样折来折去 折来折去 因为它是属于框梧原调 他说你要是扫一颗眼睛 断了一个扫就 对 你的价码可能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整个全部都用花框 对 相框给它框起来 所以我想郁青 有这样的姻缘 能够收到这些宝物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姻缘 能够看到这些宝物 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相信都是有福的人 是 谢谢 明晴 谢谢 谢谢